How much do I need to franchise for Q Bistro? Around 1.3 million to 1.6 million Roughly 325,000 only Ok 今天呢 讲什么呢 今天呢 其实呢 我要讲的这个 在马来西亚呢 有哪一些呢 所谓的 franchise 的生意 在新加坡有哪一些就是 franchise 的一些生意 然后呢 这些生意呢 是不是一个很好 让大家就是讲 从一个大公主跑去做生意的一个方法 Ok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大公主如何呢 就是跳出去 变成了一个就是生意人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看了这个 新加坡的一个 franchise Ok 所以呢 就是说 到底呢 需要多少钱呢 你才能够就是去做一个生意啊 Ok 所以在这边呢 有一个蛮出名的呢 这个是一个就是西餐 做西餐 Aston Ok 这个呢 肯定呢 就是有生意啊 肯定有生意 不过呢 你的 initial capital 是1.5 million到2 million Ok 所以 franchise fee 是不会很贵 不过呢 那个装修啊 还有那个人工啊 每一个月的开销呢 可能呢 都要50千以上啊 50千以上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餐厅呢 它是在 mall 里面 对不对 Mall 里面的租金 可能呢 要四五十千 然后你的工人要四五十千 也是 对 所以弄到来呢 可能差不多要 挣100千 Anytime fitness 这种 gym OK gym的话 也是呢 其实 franchise fee 呢 这些呢 都不会贵 都不是说很贵啊 都不是说很贵 然后这个饭头是什么 这个是 好像一个咖啡店 Franchise fee 120千 然后呢 initial capital 可能100千 我觉得 不懂是不是真的 100千 Ok so 也是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呢 也是那个装修 还有呢 就是那个 renter 那个租金啊 还没有算在里面 有时候不大准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呢 也是在 mall 里面 然后呢 就不容易啊 So anyway OK Malaisia的话呢 How much do I need to franchise for QBistro? Around 1.3 million to 1.6 million roughly 325,000 only 150,000 only Less than 300,000 53K for franchising fee That's all For kiosk is 20K For restaurant is 80K 182,000 For shopping mall it starts from 250K For shopping mall it starts from 300K 180 to 200,000 Around 200,000 300K 160,000 Ok so 在这边呢 其实呢 很多人就讲 诶 这样子呢 我没有本钱 Ok 我没有本钱 我怎么样呢 能够去做这些生意呢 Ok so 其实呢 为什么我们做股票 为什么我们做股票 就是呢 股票呢 它可以用小资金来开始 所以呢 股票 它可以从就是说 5000块 1万块 然后呢 当你存钱在这个股票户口的时候呢 其实股票户口的这个利息啊 是比较高的 Ok 我们叫做money market fund Ok so 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打工组呢 我觉得啦 如果给我重新开始的话 我会呢 怎么样呢 我就是会把我的钱呢 存在这个股票 户口里面 然后呢 每一次呢 我只要存购一个5000块 或者是一个 1万块的话呢 我就会把它呢 放在那个最好的股票 Ok 什么叫做最好的股票呢 最好的股票就是它一直是在上涨的 一直在上涨 所以这个呢 是NVIDIA NVIDIA是美国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NVIDIA 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这个YTL Ok 当然我是说 它是现在最好的 Ok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知道 有哪一些股票呢 是现在最好的 那一个呢 当然呢 就是要用我们的screener 用我们的screener去找 去找 去找哪一些股票是马来西亚现在最好的股票 哪一些呢 就是跑的比较快的这个股票 所以呢 有一些可能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的话呢 你可以呢 慢慢的去发掘 你可能去 去认识 哦 哪一个是UEMS啊 UEMS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Ok 哦 这个是地产的行业啊 Ok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哦 这个行业呢 是现在呢 赚钱的行业 Ok 然后呢 当然呢 有时候呢 你呢 可以选择呢 你要大的公司 或者是小的公司 比较熟悉的 可能这个SP Setia 你比较熟悉 你可能呢 就可以去投资 有一些是建筑行业嘛 这个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有一些呢 是公用事业 有一些呢 是油 做油的达秧 Ok 这些呢 都是呢 就是现在呢 最好的股票 So 为什么呢 要投资在现在最好的股票 Ok 就好像呢 今天呢 你去做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呢 它是要有一个本钱嘛 Capital 对不对 所以这个Capital呢 就是你的装修啊 你的材料啊 请员工的钱啊 Ok 尤其是你租那个Renter的 你可能还要放 Deposit Franchise fee 这些 所以呢 这些钱呢 你放进去了Capital 那 它不是马上呢 就赚回来 不是马上赚回来 你可能要需要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So 通常呢 这个 Franchise Franchise 的这个生意啊 当然不会让你 就是不会赚钱 对不对 不会赚钱的话 那 谁要做你的Franchise fee 对不对 当然是可以赚钱 不过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风险 做什么行业都会有风险 So 当你把你的钱在股票 Ok 你把你的钱呢 放在这个股票 Ok 其实呢 如果这个股票是好的 或者是现在最好的 或者是现在市场很好 其实你的钱呢 是可以马上呢 就赚到 Ok 就讲 你可能在一个星期 或者是一个月 你就赚10% 就赚15% 就赚20% 所以如果呢 你没有赚 Ok 你也可能就好像这个买这个Franchise 这样子 你需要等 Ok 你需要等这个生意啊 Ok 上轨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呢 传统行业 它的好处呢 就是呢 你有一个控制权 今天如果你选一个Franchise 你应该要选你比较有信心的 还有你有兴趣的 Ok 你有兴趣的 你有兴趣的 然后呢 当然呢 就是你在行的啦 Ok 你觉得你可以赚回的 Ok So 当然你选股票的话 Ok 选股票的话呢 就不需要选有兴趣的 Ok 选股票的话呢 千万呢 不要去选你喜欢的 有兴趣的 选股票呢 要选什么呢 要选那些现在呢 最好的行业 现在的这个趋势 为什么 因为呢 股票的趋势呢 它是会一直变的 因为它会一直换 有时是金融 有时是地产 有时是钢铁 有时是手套 有时是公用事业 所以每一年呢 这个股票的这个走势 或者是股票的这个大趋势呢 它都是呢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大趋势 Ok 所以在这边 Ok 你要知道 Ok 传统行业 Ok 一定要选 你有兴趣的 Ok 一定要选的就是呢 你 你在行的 Ok 最好 Ok 最好 然后呢 这个股票呢 不需要 不需要 而且股票的话呢 你也可以从这个销的本钱开始 所以在这边 这个呢 就是给一些打工族的朋友 Ok 打工族的朋友 你们要怎么样呢 就是去开始你的第一个生意 讲一讲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话呢 就是呢 大家也知道就是 我也是有就是这个一个Franchise 对不对 Ok 这个 Philip Investor Center 所以当然呢 这个呢 股票呢 就是我的一个兴趣嘛 Ok 所以当时呢 啊 在2015 2016的时候 就开始了一个Franchise 一个Branch 所以当时就跟这个Philip 拿了这个一个Franchise 然后呢 我们也就是有办一些讲座啊 还有我们的Office啊 这些就是我们的Office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小的Office 然后诶 这个是Mr.Gun 还有Mr.Gun 还有啊 就 当时诶 这一个呢 就是呢 我一开始的这个Franchise的 我们一开始的一间店 Ok 从从一个这个小的店 我们呢也搬去了这个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Office Ok 所以今天呢 你学到的东西是 是什么 就是呢 传统生意可以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Ok 有钱赚 为什么不要赚呢 对不对 Ok 然后呢 股票可以不可以投资 股票也是可以投资 两个可以不可以一起做 两个也可以一起做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觉得就是讲 我以我的过去的这个十年 Ok 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希望什么呢 希望就是呢 打公主 打公主 也可以呢 有一个梦想 也可以呢 就是呢 财务自由 或者是呢 找到的你的这个生意 Ok 去做你的生意 去过你要过的一个生活 去得到你的想要的一个 自由的一个生活 Ok 在这边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 还有呢就是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 更有更好的这些video 你可以呢去看一看 Ok 去学习做股票 还有呢就是了解一下呢 这个金融的市场 Ok 在这边祝大家股票大赚 哇 不错的 这个lounge的食物 有给你啤酒 有修买哈膏 流沙包 还有这个 也是豆沙包 这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只要你有priority pass 都可以免费的进来吃 这边是Chang Yi Jewel Chang Yi Jewel的lounge 在这个lounge呢 其实呢 就有一个很好工作的地方 还有呢 这个是午餐